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得到台北的台湾的评审们的肯定是感到很荣幸 我也想要接这个机会这样子很荣幸 跟我在香港的家人分享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 同时我也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创作的一些 老师跟同学包括四月方老师跟北一大剧一创所 剧本创作组的白七级的同学分享 最后也感谢有文学奖这个机会 让我的才能让这个比较能够让人看见这样子 真的很感谢 因为其实我这个作品是一个用喜剧包装的大悲剧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多关心社会之余 我们也要直视正视这些悲剧 不要把头别开 真的要把眼镜正大去看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吃的古怪 我觉得在疫情下我们很多日常的计划被打乱掉了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审视我们自己 平常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被日常的习惯给忽略掉的 例如说我们常常都在抄哪个键盘 其实我们有多久没有真的拿起笔去写字 真的去拿起笔去创作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去让我们思惠这些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小东西 去互换我们走围的记忆去创作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